疫情无情 但是在疫情面前总会有温暖的力量 让我们特别的感动 4号起 沈阳市铁西区第二轮核酸检测正式启动的消息刚刚发布 早就在铁西区出了名的油条夫妻李明和王丽梅第一时间就到社区报了道 熟练的领取了自己的任务 那这两口子到底是怎么出的名 油条夫妻这名是怎么来的呢 记者来到了铁西区工人街道的西站社区 在流动的宣传车上 我们看到了这两口子的身影 新民朋友们 第二轮核酸检测时间 4号 5号 6号 3天时间 从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半 宣传案 给这个宣传这个疫情几点做核酸 那什么事做了 都需要带什么 就开始完了带运送物质 检测体温 采集信息 引导秩序 开车宣传 这两口子已经说不太清自己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但是在社区干部的眼里 已经是铁杆志愿者的两夫妻 已经成了经验丰富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 哪里搬 原来早在2020年疫情爆发后 经营早餐摊的两口子就坚持给一线防控人员 免费送了两个多月热乎乎的早餐 油条夫妻的身影就已经牢牢地记住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名字也就流传开来 这次沈阳全迷核酸检测开始 这两口子熟悉的身影又重回大家伙的眼中 拿了这么些吃的饮料是给谁的 这是给社区工作人员的 他们一点辛苦的 是他们公司 那谁买的 都是我们俩买的 是你们自己买的 那今年没做油条就给他们准备的这些呗 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不停地上楼下楼搬来搬去 记者注意到两口子却始终戴着薄的橡胶手套 大哥 我看您这个手套 手上戴着手套是薄的 为什么不戴这种厚的手套啊 因为戴着厚的手套 我这个鱼是给他们发片 这个薄手套它能发片能得近一些 我这搬东西 一会干这一会干那 没有时间来换这个手套什么的 就是如果要是冷的情况下 就活动活动 捏捏 来回捏手戳出来 从第一次核酸检测到今天 早上六点多就到港 晚上十点多才回家 两夫妻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 妻子王丽梅用行动陪伴支持着自己的丈夫 他俩说一定会力所能及地坚持到 疫情结束的那一天 我家是农村的 三年以前和我爱人来到沈阳 我来到沈阳 沈阳是我第二个故乡 我想为沈阳做点小小的贡献 记者刘晨浩 孙诗涵报道 历灵 几中国 五年 我那个hua 露子